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學測102年自然課第18題 下列有關電子能階的敘述哪一項錯誤 在回答這一題之前 我們必須先知道電子能階的概念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什麼是電子能階吧 首先這邊一圈一圈有很多圈 那我們最裡面的這個是就是我們的原子核 那外面另外這麼多圈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鬼域 那我們的鬼域 每個鬼域有不同的能量 他們距離核的遠近也不一樣 那我越外層的電子 它的能量就越高 越高能量它就相對是越不穩定的 那我們要怎麼區分這些能階呢 那我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所有的能階都做一個命名 那我最裡面的就要N等於1 那第二裡面的就要N等於2 那接下來N等於3N等於4 依此類推啊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另外一種命名的方法 那就是我們N等於1層我們又叫做K層 N等於2又叫做L層 N等於3又叫做M層 N等於4又叫做N層 那這些都只是這些鬼域的命名 那這些命名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只要命名出來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誰能量比較高 假設我在K層我怎麼會在N等於1層 跟我在N等於4層也就是N層 這時候誰的能量比較高呢 自然是N等於4嘛 因為他們的能階比較高 一聽就知道他們是比較遠的 比較遠的就是能量比較高的位置 這時候我們只要打入一束特定波長的光 那我的電子如果波長正確的話 我可能往上跳一層 往上跳兩層 或是往上跳三層 這個步驟我們都叫做電子越切入 或是電子越近 那假設我們剛剛打的波長 剛好是電子可以從N等於1 跳到N等於4的位置的話 那我們先讓它跳上去 吸收能量之後的電子到達高能階以後 會變得相當不穩定 那不穩定之後會怎麼樣呢 因為不穩定 所以它就必須想要回到它的穩定狀態 要回到它穩定的狀態 我們就必須釋放能量 那這時候釋放能量就跟剛剛一樣 我們吸收能量是打光進去 它吸收能量到達高能階 那我現在要放出能量 那我要回到低能階 也就是放出光 也就是放出我們的能量 這時候我們釋放的光 不會跟一開始吸收的光是一樣的 當然它會有一些衰減 但是 總而言之呢 我們吸收光 激發之後 它再掉回來 就會放光 那這些放光 可能是我們看的到的 可能是我們看不到的 可能是紫外線 可能是可見光 可能是紅外線 這些都是可能的 那只要放出這些光之後 它就會回到它穩定的狀態 那這個就是我們電子能階 大致上的介紹 好 那我們回來看剛剛的題目 下列有關電子能階的需求 哪一項是錯誤的 那A選項 電子由高能階降至較低能階時 放錯光具有連續頻率 在這邊連續頻率就是錯的 因為剛剛我們說 我們要做電子的月牽的時候 我們必須吸收特定波長的能量 既然有特定的 那就不連續啦 因為我們要吸收特定的波長 那你說可是這邊是講頻率 頻率跟波長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V會等於我們的頻率 乘於我們的波長 那這邊就可以看出來 如果我的波長不連續的話 我的速度是固定的 那我的波長如果不連續 那我的頻率自然也是不連續的嘛 所以這邊光具有連續頻率的部分 就是錯誤的哦 好 那接下來B選項 氫原子的電子距離原子核 越遠其能階越高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我們剛剛說我們的電子能階越外面 N的數字越大代表越外乘 越外乘越不穩定 能階就越高 所以我們答案B是正確的 那接下來C選項 原子受到適當的熱禍照光 可使電子越迁到較高能階 沒錯嘛 我們剛剛講說我們要進行電子越迁 就必須吸收能量 那是特定的能量 那吸收適當的熱禍光 也就是適當的能量之後 我電子可以進行越迁 那這也是正確的 好 接下來注意兩個選項可以一起看 霓紅燈的發光是來自 原子核外電子的越迁 跟煙火的顏色來自於電子的越迁 在這邊我們都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電子越迁會吸收光芒 那我們電子越迁之後變成激發態 激發態再跳回來會回到基態 就是我們基本的基態 那回到基態之後我們也會釋放能量 那釋放能量的時候 如果是我們看得到的光 那就像是霓紅燈 像是煙火 他們都是吸收了很大的能量之後 再釋放出光 然後讓我們的肉眼看得到 那這些都是我放光的過程 所以下面這兩個選項也是正確的喔 好 那這樣子看的話 錯誤的選項就是 欸 那你答對了嗎 接下來為大家做重點整理的部分 首先我們電子所釋放的光是不具有連續性的 因為剛剛我們在電子越迁過程中 吸收的光是沒有連續性的 所以我們放錯的光自然也沒有連續性喔 好 第二點 離合越遠的能接能量越高 那能量越高我們就越不穩定 那這邊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能接越高 我們的能量就相對越不穩定 好 最後一個電子可以藉由吸收或放出光來進行越迁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這麼多是電子越迁的過程 都是藉由吸收 跟放出 來進行越迁 這個部分大家要知道喔 好 最後一個部分是我們相關考題的重點 第一個是我們的原子結構部分啊 這邊會跟大家介紹到八語體跟我們架電子跟原子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就點進去看吧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分子結構的部分 分子結構的地方我們會跟大家介紹我們分子間接的形式 那它因為間接的形式會有不同的特性 都會在這邊跟大家做介紹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點進去看看吧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